經常肩頸痛有甚麼方法改善? 醫生說如果出現了四種症狀 可能是影響到神經線 立即看今集的TOPIC診診室 大家都知道近年低頭軸的風險 有沒有說低頭頸椎承受頭顱的重量是多少? 其實一個頭顱骨在不同角度之下 重量是一樣的 但我們的頸椎所承受的力量是不同的 例如我們把頭在身垂直的位置 頭顱骨的重量大約是10多磅 但如果我們把頭稍微傾前一點 例如傾前15度而已 重量已經達到差不多30磅 30磅可以是一個小朋友的重量 如果你再低一點 低到60度的話 其實承托的重量差不多等於60磅 你想想一下60磅 即是你整20多30kg的東西 你自己捧上手都很重 如果你的頸肌肉要承托這麼大的重力的話 自然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其實可能多了人在家裡工作 很多時候都有些頸痛 可能做完一件事就覺得 嘩 頸又痛 手又臂 其實有些甚麼成因引致呢? 其實可以分開兩方面來看 頸痛和手臂 頸痛最常最常的原因 都是一些肌肉層面的疼痛 例如我們做事的時候 姿勢不正確的時候 例如常坐著頭做事的時候 頸部的肌肉就要負荷了頭顱的重量 長期這樣做的時候 頸部肌肉就會出現疲勞 就出現了疼痛 但如果再嚴重一點 你不處理它的話 就會有機會出現長期問題 就會令到頸椎開始勞損 頸椎椎間盤可能會出了問題 形成一些長時間的頸痛 這些就是嚴重一點的個案 如果情況再嚴重一點 頸椎的勞損 甚至影響到神經線出了問題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了 肩甲痛 肩膀痛 手痛 或者手麻痺的情況 很多人都有肩頸痛問題 其實有沒有說 去到甚麼程度 或者出現甚麼症狀 其實真的要找醫生幫幫你 如果一開始你只得頸痛的問題的話 因為頸痛相對的症狀 我們沒有那麼擔心 所以如果你剛開始出現頸痛 你休息了幾天 都不覺得很轉 我就會建議你見醫生看看 但如果你說出現了症狀 已經有 手麻痺 手痛 甚至嚴重到手開始馳緩 或者武力 這些比較重要的症狀 就建議你立即看醫生 你們臨床有沒有看到 最近的個案 可能真的在家工作 姿勢不正確 引發到這麼嚴重的問題 要來找骨科求醫 有個女士 主要是回辦辦公室工作 平時做文書工作 在疫情之下就可以在家工作 因為她工作不是很忙碌 所以她會躺在床上 趴轉用電腦來工作 做一做一做 長時間趴著和拖著頸 對頸椎勞損得很厲害 她本身其實平時都有些頸痛 因為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導致頸痛之餘出了手麻痺 來到看醫生的時候 我們都安排她做一些檢查 做一些磁力共振 都發現她有個頸椎的椎間盤 突出的問題 壓到神經線 幸好就不是很嚴重 透過吃一些脂炎止痛藥 叫她改善一下姿勢 還有做少許物理治療 其實情況都已經得到有效改善 剛才也提到 椎間盤突出的問題 其實在頸椎椎間盤突出 形成是怎樣的 這是我們前面的頸骨 這是頭殼、頭顱 頸椎骨有七折骨 每折中間都有一個椎間盤 將兩個頸椎骨連接在一起 整個作用就像我們鋪筍一樣 佔著、減壓 如果我們椎間盤長時間受壓時 就有機會突出 突出就有機會壓著神經線 黃色這些就是神經線 每條神經線都控制了不同位置的感覺 所以如果某一節的神經線受壓 都有機會令到某位置出現手痛或麻痺 所以為何說頸痛是一個症狀 麻痺是一個症狀 麻痺就已經顯示到 其實是嚴重了一些神經線受影響 是的 有些神經線受壓 剛才你提到的個案就是有食藥加物理治療 其實它後來是不需要做手術的 它這個情況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大部份有頸痛手臂的情況 我們首先都會用一些保守治療的方法 即是它改善姿勢 做一些簡單伸展 食藥、物理治療 其實大部份人都有改善 當然有小部份人是很嚴重的 都改善不到的 那些人都可能要考慮做手術 追加盤的手術要怎樣做? 有什麼風險? 手術之後會不會影響到活動能力? 密切留意下一集的TOPIC陳正實 TOPIC陳矩 TOPIC陳 Astero 姐姐 C pastor